健康在线帮 您的健康 我们帮 大家好 我是万琪 大家好 我是尤荣 现在进入到夏季了 很多的朋友 这脚上都会出汗 对 而且由于穿的鞋子 也从原来的 比如说厚的运动鞋和皮鞋 变成了凉鞋 这样有的时候 赤脚穿凉鞋 就更容易划伤 对 而对于我们这些糖友朋友们 糖尿病的患者 鞋子要选对 因为鞋子选不对 出门活受罪 今天的节目里 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 脚上的心病 那今天呢 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我们来了解一下 甲春宝中医博士 主任医师 现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中医特色诊疗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 获国家专利两项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交流中心 重点推广项目两项 北京同仁堂医院特需专家 哈尔滨贵生堂中医医院院长 欢迎贾老师 你好 欢迎您 老师刚才我们说的哈 在这个夏季 我们经常会不穿袜子啊 然后直接穿凉鞋 但是呢 对于很多糖友朋友 如果反复的这个脚步的摩擦的话 刚才我们说了 可能会活受罪哈 为什么会遭罪呢 因为我们糖尿病这个病人呢 后期这个神经啊 脚的神经受到了损伤 它的感觉啊 出现障碍 尤其是对疼痛 这种感觉啊 它比较不敏感 像我们这个天气啊 脚穿的袜子又薄 甚至有的人 我看很多老年人 也学着年轻人不穿袜子了 人家年轻人吧 还穿一个叫袜托 对 哎 他连那袜托 他也不脱了 早晨穿那个鞋 正常你说你的鞋后跟 你得提上是吧 哎 他把鞋后跟踩在那个脚底下 嗯 就那么走 这样极容易把这脚磨坏 有不少人呢 就是因为他这个感觉障碍啊 就在走 脚都磨烂了 都流血了 都不知道 回家了脱鞋 一看在鞋里头出血了 这就是由于我们这个糖尿病啊 长期的糖尿病 损伤了我们这个脚部的神经 感觉神经出现障碍了 根本不知道 所以这个季节啊 你就不能穿那个 不穿袜了 我穿个拖鞋 拖鞋你也不正经穿 这是很不行的 我们冬天天冷呢 人都穿的袜比较厚毛线的 现在暖和了 我们不要太放肆了 嗯 那看来啊 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 我们大家还是要多为健康着想 不能只是贪图凉快和舒服 还是要在穿鞋的时候 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 一定要穿一双舒适的袜子 那老师在袜子的选择上 材质有没有什么要求呢 比如说是紧的还是松的 软的还是厚的呢 对糖尿病足病人来说呢 这个袜子应该是棉线的 棉线的袜子 它比较柔软宽松 不像那丝袜子 为什么我们不主张选择丝袜子呢 因为丝袜的线比较细 而且我们糖尿病足这些病人呢 这个脚啊都比较干燥 没有汗 容易脱皮 干裂 那么你要是穿丝袜子的时候呢 穿袜子或脱袜子极容易刮上 这一刮上 可能就把那皮撕破了 有不少病人就因为这个穿袜子的问题 没有解决好 结果一穿袜子 把这皮撕破了 就感染了 所以我们糖尿病足啊 俗称为贵族 贵啊 宝贵的贵 为啥称为它贵族呢 因为这个这个脚啊 太珍贵了 动不动就要你花很多钱 所以花糖尿病足这个病 你去看病 说花个三万五万 那就叫没花钱 大家还觉得不相信 怎么看 一个糖尿病足 看看就得花三万五万 我得糖尿病二十年了 我才花多少钱呢 对呀 你得糖尿病是二十年了 你吃的仅仅是降糖药 打点胰岛素 那才多少钱一个月啊 你要得上糖尿病足 你尝尝的滋味 最便宜的药 打一针将近两百块钱 按正常打 一天要打两针 四百块钱 打多长时间算一个疗程呢 二十天 一个小疗程 这是多少钱呢 八千块钱 多长时间是一个整疗程呢 六十天 三八两万次 这只是说这种药 不包括你打药所有的费用 你那药买回来 你得打吧 你还得请人吧 而且这个药 要求住院打 门诊部给打 这是最便宜的药 我们稍稍上点档次的药 三千五 一支 一天两支 七千块钱 也是多少钱 多长时间一个疗程呢 也是二十天 也是三二十天 一个大疗程 二十天多少钱 一天七千 二十天 十天就七万 二十天一万 十四万 你这脚的贵了 再贵的一针七千五 一天两针 还是那么长时间一个疗程 所以说糖尿病 如这个病啊 就是个贵如 你看别的病 你脚你花点钱 花这么多钱呢 你这个十万八八 二十万 转眼之间就没了 所以我们呢 下季来了 一定要保护着好这个脚啊 千万千万把那脚 你前后再带党里穿的鞋 别弄那个 那叫什么 就一个叉 那个 人就脱了 人就脱了 塌啦塌啦 你人家年轻小孩行的 你说你都六七十岁老太太了 你也塌啦塌 塌啦塌 掉一个小石头一个 完了 所以啊 美 当然我们也需要 最重要的是安全 嗯 那我们的一些想提 我们的观众朋友问一个问题 就是糖尿病的患者 都会罹患糖尿病足吗 哎呀 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想问 都问的 我们讲 动心发念 我们得知道 他为啥这样说 他为啥这样说呢 他就想 我能不能例外呢 对呀 为什么要这样想呢 我们翻过一个说 凭什么你就不得糖尿病足呢 嗯 凭什么老张老王都能得 凭啥你不得 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侥幸心态 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心态 嗯 你那样想 你就不关心自己了 我可能不会得上 那我就不在乎了 我就照吧 嗯 我烟可就抽 我好吃的可就吃 那你早晚得 等得上了 发现了 原来呀 我也跟大家一样 我也不例外 我也是一个普普通通 再正常不过的人了 嗯 实际上就是这样 那为什么呢 糖尿病这个病 到目前为止 没有谁敢说 我把糖尿病根治了 我给你治好了以后 你就天天喝糖水 你也不高 谁敢说呀 当然了 有一些神仙 他那个胡说 那咱就不在 这个范围内了 真正的医学者 医学家 也不会这么说话的 只是说能把你 糖尿病的血糖控制住 不能说你就使你喝糖 都不高 能给你根治糖尿病 这都是一派呀 胡言的 所以我们说糖尿病治不好 糖尿病毒能不能得 糖尿病毒是糖尿病的合并症 只要有糖尿病 那你有可能发展成糖尿病 就时间问题吗 十年二十年还三十年呢 那就看您活大 多大数据了 您要是活六十岁 可能没得糖尿病毒 您就走了 那并不等于说 你这辈得不上 你要活七十岁看看 我们现在接的最年轻的糖尿病毒病人 十几岁 前两天来个四十五的 脚烂了 十几岁那个是他弄破的 自己闻的咬了 一抓 然后就长不上了 四十五的这是正经得的 脚冰凉到洗干 脚这的话还破了 所以不要去想那些 我可能是例外 我们没有例外 我们命要为这个健康 做一百分的努力 都是为了那百分之一的可能性 明白了 那老师通过你的介绍 我们知道了 这个糖尿病族 是糖尿病的一种合并症和并发症 那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让我们糖尿病的患者 延缓 合并到并发症到糖尿病族呢 能不能晚点得 对对对 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够预防 或者是拖延 推迟一些呢 对呀 人的医学的最终的目的呢 就是帮助人们能够更好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减少痛苦 对 说能让人没有痛苦 那是不可能的 人活着就生老病死 哪一天都缺不了 所以说呢 医生也只是你 人生路程上的一个朋友而已 仅仅是个朋友 他不是你的救命恩人 有很多病 医生也救不了 这是个现实 所以人家说 医生的最大作用是什么呢 常常关怀 偶尔治愈 偶尔治愈一个 经常是关心关心你 然后 时常的帮助 完了给你 你要有困难了 帮助帮助你 实际上医生就是这么个作用 我们有时候把医生看得很伟大 哎呀 医生啊 再是华佗啊 起死回生啊 是因为你不该死 所以他让你起死 回了生 如果你该死了 他也不能起死 也不能回生 所以这是个现实 我们怎么办 真正我们自己的位置 是谁呢 就是自己 嗯 哎 脚上的泡自己磨的 对 那你说你能怨邪啊 你还是怨老张 还是怨老王啊 你自己没把握好 你磨这个大泡来 你说 大夫我这个脚 怎么磨大泡了呢 你咋不给我预防呢 对不对 大夫预防怎么预防啊 所以说一方还是要靠我们自己 第一就是要管住我们的嘴 控制好血糖 嗯 别啊 这个大意 现在我们经久多年的糖尿病的人 就不在乎了 嗯 说这 我刚得糖尿病 我吓坏了 对 我觉得我不酒于人事了 特别好的控制 我看到谁谁谁了 我很害怕 结果一年两年一看自己 又喝 还是我昨天那个样子 没怎么着啊 眼里也没瞎 肾也没透析 脚也没截掉 我也没脑吐血 也没脑梗 没事啊 喝点吧 喝点 开始还 女女 哎呀 我不能喝 我糖尿病 喝喝喝就不在乎了 他先喝了 抽一颗吧 抽一颗 烟也抽了 酒也喝了 肉也吃了 还有人家 还有一句话 说人生 得活出滋味来 嗯 活出幸福指数来 你说我又不吃又不喝 哪有幸福啊 我挣这么多钱 有一个大爷就跟我明摆的这么说 贾博士你说吗 我挣钱为了啥 我一天辛苦苦挣那么多钱干啥 你说你又不让我吃又不让我喝 我能干什么 我得吃我喝 死了那怎么的 说的多壮烈 死了那么多的 我不怕死 对 所以啊 想预防糖尿病毒 还得从我们自己下手 自己行动起来 当然 要需要医生的指导 不能说我有好朋友是医生 我就不怕糖尿病毒了 那不行 那就是到时候 你找我来了 我要你治 我给你治的时候 你也很遭罪 那俩疼的 满头都是汗呢 俩手抓到那个床啊 牙都咬的崩崩子 想吐些啥呀 很痛苦 所以这些事啊 真正的预防 要靠自己 说自强 自己约束自己 别人的语言 别人对你的忠告 才真正能起到作用 那在生活当中啊 我们除了要不吸烟 不喝酒之外 那吃一些什么食物 能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呢 就是适合糖尿病人吃的东西 哎呀 我们现在呀 说吃什么够健康 当然也很重要 这个话题也很重要 问题是我们 应该要少吃什么更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呀 不缺营养 营养很丰富 你说现在我们餐桌上的东西 几乎说 没有你买不到 只有你想不到 就这种样样都有 你吃吧 再说我们现在 虽然说我们还没有很富裕 但是家家也都吃得起 当然可能我们看的眼光不够 说哪还有贫困的山区 我看了那个贫困山区 也比我小时候吃的好 我们那小时候都别说那个吃的好不好了 粮食都吃不上呢 所以说现在呀 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营养够不够 是营养如何减少 吃的太多了 你得减少食量 少吃多运动 别老费的吃饱 说不行啊 哎呀我吃少了 我饿得半夜 我心慌啊 我怎么浑身出汗呢 那是一种条件反射 你得慢慢控制 控制饮食这个事啊 其实就21天 你要21天过关了 你就不饿了 那个刹那的时候 你忍住 你耐住性子 要出汗了 你先喝点水 等一等 别慌别忙 一会儿 那个自身调解剂灯就上来了 血糖就升回来 升回来了 你就不慌了 这个时间 延续的 你持续时间越长 慢慢慢慢 你这种感觉就没了 所以滴血糖就消失了 你这时候 你把握不住 端碗面条吃了 弄两块糖放嘴里了 对 那不含有完了吗 所以呀 最困难的就是 咱们能度过滴血糖那一关 你把它过去了 你也就不那么馋了 尤其是那好吃的 看着那满嘴就流口水 说不行 我实在控制不住了 有的病人说 大夫 我算了算了 我不听你的了 能怎么的 到时候大不了 你就给我脚的头拉掉一个 我实在想 我得吃 那你没办法 我们你说 我们我们有啥办法 我们一个医生 我们也不能成天上家看着你 看着也不行 他儿女都看不住 老伴都看不住 我们能该看住吗 刚才老师说了 这个有一些的小朋友十几岁 就得了这个糖尿病足了 那还有更为年轻的 这个中年人的四十多岁 也得了这糖尿病足了 他的这个症状 是从这个膝盖之下 全都凉 都像不过血一样 那还老师讲了 说还有很多这个岁数大的老年人 就直接就把脚趾头 乃至脚面就截掉了 那从这个梁到这个结 这中间大概分为几个过程 另外您在临床的这诊疗过程当中发现 最快的从发现糖尿病足到结这个角 一共有多长时间呢 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从两个角度去说 一个是从医生角度谈 一个从病人角度谈 病人看见的是我有感觉 我知道我得糖尿病足 我有感觉了 医生看见的是你有变化 你从发生糖尿病足那个开始 到这个结腿需要多长时间 而病人呢 是我难受的那天开始 到结我的腿需要多长时间 这是两种思路 我们先说病人这个 我们见过最快的 七天到大腿 这么快 就七天 这个病人很年轻啊 他是三个公司的总裁 他是老大 管手下三公司 每个公司都上万人 忙了 没有时间看病 这一天是个礼拜六 突然就觉得这个右腿疼啊 走路走不了 完就上医院去了 上医院看病 看病那里拜六啊 礼拜六那个吸气啊 那得开机器不开 说那个腾你先住院吧 先给你打点针吧 礼拜一开机器 到礼拜天的上午脚就黑了 就把礼拜六患着病吧 礼拜天脚黑了 到礼拜一开机器 小腿就已经黑一半了 一半一下不过血了 那腾的打针吃药都不管用 这时候就商量 怎么截之 从哪截赶紧去做吸气 一做吸气造痒 发现了 大腿也堵了 到第三天已经到喜欢截了 但是这位不愿意啊 他那当时才49岁 他说不行啊 我这要截了这腿 我这 这公司我怎么管呢 这么多人呢 我忙不过来啊 说我能不能不截 坐飞机 上北京找我去了 我一看 洗干净以上了 一看那偏了 完了大腿都不行了 我说那他也不愿意接 说那你使出你那个啥 你最看家的本事 拿了给我用上 看看能不能留着我的腿 我说那只能 我们拼一下 看能不能拼过来 因为有很多事啊 也很难说 那就拼吧 汤药就赶紧喝上 加倍量的喝 最后 喝了 十天吧 他又回他们家了 到半个月以后 我去看去 洗关键以下还是保住了 嗯 洗关键的以下的肉啊 都干不得像那个木棒一样 哎呦 到截止那天 整个那个腿就像 就像具木头一样 嗯 一共啊 到见到我那天 是第七天 所以速度多快 嗯 这个糖尿病毒发展 速度很快的 我们病人认为的是这么快 说你看我就 礼拜六发现 一共就七天就锯我腿了 这也太快了 没给我喘气的机会啊 实际上他应该说 要用我们医生的去看 他血管狭窄这百分之百 这需要有时间呢 这个时间是多长呢 医学上统计 大约是五年到十年以上 才开始血管形成斑块 这个斑块逐渐逐渐变大 变厚变长 把这血管堵死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是我们病人往往看不到这个过程 啊 说那个 早那个医生也不 也不给我那个治疗糖尿病毒呢 不是医生不给你治 你说你上医院来看病 你看啥呀 说我血糖控制不住 我这个怎么大医药素 我血糖高 你都关心这事 你从来也不说 大夫呢 给我检查检查腿吧 如果你就来找我看病 看血糖 说我血糖控制不住 我就给你开个单子 下肢血管踩超 下肢血管造影 你跟我干起来 对吧 你认为我是要 挣你那个提成钱 或者给你那个叫 那叫什么 过度医疗 现在我们人都有一种啊 错误的理念 尤其有些外行人 那个嘴上满嘴跑火车 说医生啊 这个道德品质下降了 进医院那就开了5000的这个单子呀 结果一个月用了没有 是吗 所以有很多事情啊都出现这 你看那天我看一个国外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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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报道 你进医院本来就是个脑袋疼 要做全身检查 为什么啊 你认为就是个脑袋疼 可能你脑袋里真就有问题了 不是一个感冒 但我们国家如果一个脑袋疼 你要给从头减大到脚 那肯定成特大新闻了 所以说呀 这个糖尿病毒这个事啊 还得靠我们自己自发的主动的找医生去检查 这样就减少医患矛盾了 嗯 明白了 谢谢老师 嗯 那我们来看看电视机前的观众 现在也给我们打尽了很多的热线电话 留下了他们的疑问 首先来看一下 第一位微友说 我本身呀有糖尿病 觉得这个情况啊已经有几次了 都是两个脚 同一指头 同一位置 有一个小眼 碰了会疼 脚很干 是糖尿病毒吗 嗯 这个有可能 因为这个需要 他就一个小眼碰了疼 也可能是糖尿病毒的早期 这样需要到医院做一个下肢血管彩抄 下肢积电图查一查 这样可以不做呀 血管造影 呃 建议这个病人呢 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 呃 他最轻 他也是那个地方长了个肌眼 嗯 最轻的 因为糖尿病毒病人脚尿长了个肌眼 和我们正常人的脚长个肌眼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个脚上长个肌眼拿肌光一打就玩活了 他那个不能轻易打 你打了就是个烂 窗面 那个可能就感染脚就没了 嗯 容易一个窗面就是长不上 容易溃疡 然后变得更大的问题 对 是吧 好的 我们继续来看一位 下一位说我姥姥有糖尿病 嗯 他的脚疼了好几个月了 大脚趾变厚了 长弯了 还特别的疼 已经发紫了 不知道是不是糖尿病毒 请老师帮忙分析一下 嗯 这个不用判断了 这就是糖尿病毒了 已经是了 脚趾头变形了 糖尿病的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叫爪 就是 啊 抓去的提手 嗯 找 找状纸 脚都是这样的 脚趾头 咱们脚趾头是这样的 平的 平的 它越长越这样 脚心就拱起来 脚趾头 五个脚趾头往中间收拢 嗯 落不了 停不了 这就是糖尿病毒的脚趾头的特点 而且 它一脚趾头变形了 还疼了 这是糖尿病毒 到后期了 都出现骨质改变了 哎呦 那这位观众得赶紧带着姥姥 去医院做一下检查了 嗯 那我们继续来看看 后面的问题 这位说 呃 父亲呢 有糖尿病 而且还有心脏病 脚呢 都烂出骨头了 脚呢 还有一股很难以接受的味道 前段时间上医院治了一周呢 糖控制好了 回来之后休养 脚还是越来越烂 呃 也不是不再治疗啊 他说 我爸呢 就要截肢了 然后呢 这已经是第二次脚烂了 去年也烂过一次 想问一下 贾博士怎么办 呃 这个糖尿病毒脚烂了 控制血糖 当然很重要 嗯 仅仅控制血糖 能不能把脚控制住 回答是不能 为什么呢 血糖是造成脚烂的一个原因 但是脚烂了以后 如果你管控制血糖 管控制原发原因 没有解决现实问题 这个脚是解决不了的 嗯 嗯 就是我常举的例子说 说我拿棒子揍你 把你腿打折了 警察把我抓走了 是 我 治病因素 我 带着棒子抓走了 但是你那腿折了 没管呢 所以啊 你把糖尿控制住了 但是你那烂脚 那地方你没管了 所以这一问题 是比较复杂的 那需不需要结枝呢 这还得看 到底需不需要结 因为结了以后 你想回来 说我不结 在长上 那个很难的 所以说 我们希望啊 这个病人 这个带着你的 这个 你这个观众啊 带着你的病人到医院看看 这个脚能不能保住 如果有希望 那抓紧治 如果没希望 那真的结枝了 嗯 老师刚才您讲了哈 说除了这个降糖之外 糖尿病毒 是不是还需要进行一个外部的治疗和护养呢 糖尿病毒这个局部治疗很重要 嗯 我们刚才说的 这糖尿病毒啊 是由血管和神经损伤造成的局部的病变 那么这个要解决糖尿病毒的问题呢 就得解决一个血管循环的问题 就是斑块 再一个呢 就解决神经损伤问题 还有局部窗面的问题 三个问题 当然整体的抗感染的控血糖也很重要 这三个问题 局部的三个问题不解决 整体问题你解决的再好也没用 所以局部和整体得要统一起来 你既要控制血糖控感染通血管 你又要解决这个感染问题 所以我们呢建议这个病人你治疗的时候一定要都结合 你局部你得轻疮 你不轻疮就拿个点符上脸擦一下 有人换药我们看了 我们都觉得当然了这个问题是也有知识积累的问题 因为很多的问题不是说他不想那么干 是因为他不懂 所以有句话咋说呢 没有文化真可怕 你没有知识那就可怕嘛 他认为他拿点符擦一擦就行了 他认为那个烂肉不能剪呢 那不能剪呢 那剪完的大了 大了那能涨上吗 那要涨不上还感染了 一感染就腿就没了 他往那一挑下想 他们想如果这块烂肉 这块坏死组织你不清理掉 他会对你这个好组织是一个损伤 是一个毒素 是一个恶性作用 他不那么想 所以就因为他不懂 不懂呢他还不懂不可怕啊 不懂就话装懂 他不让别人动 我们现在就有一个病人 他不让动 他认为那个解嘎不挺好 结果怎么样 嘎巴一揭开以后 我的娘 里边直接坏到骨头 整个上面全是臭的 臭不可闻的 揭开里边全是浓的 他没给他揭开之前 他挺好的 还觉得挺好 这解嘎巴了 这还甘松呢 是表皮是甘松的 里边全都烂瓜了 所以说呀 这个局部处理问题 也是十分重要的 看来这个糖尿病族 一定要防患于胃然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 这位观众提出的问题 他的防范意识就很强 他说我爸50多岁了 糖尿病高血压 脚上碰的话会疼 不知道会不会烂呢 他现在是糖尿病的初期 应该怎么办呢 他所谓的糖尿病初期 脚上一碰疼了 说明局部已经循环出现障碍 或者红肚了 那么怎么办 需要到医院去去就诊 做检查 看看血管狭窄多少 神经坏死多少 局部有没有炎症 进行系统治疗 他说他是刚刚发现糖尿病 其实我们判断 他不是刚刚得上 只是刚刚知道 刚刚发现 刚刚他自己发现 刚刚发生和发现 是两个词 对 这个病可能已经得了很久了 你已经发生很久了 所以你今天才发现 那么抓紧治疗 还是比较快的 刚才我们说了 如果说糖尿病患者 鞋子袜子选不好的话 磨出泡来 可能就很难愈合 我们这位朋友 其实父亲的脚受了外伤 他说父亲糖尿病多年 前几天不慎踩到了 一个涂钉 这钉子导致终止 坏死已经漏骨了 在骨科住了半个月 没有好转 要截肢 父亲很年轻 有没有什么办法挽回 这个在骨科半个月 老师他这个也会有帮助吗 我说你看他这个 现在看病难了 难在这 我们的医学分科是越来越细 细到你一个骨折 你要看的 你得说明白你是哪 手部外科 臂部外科 颈部外科 骨不外科 所以你原来是骨折了吧 你到我这一科 我这一科全都 现在不行了 所以他这个你看 你是涉及到骨头了 我外科不完了 你到骨头了 你上骨外科 上骨科去 你要肉破来 这我的 这我的事 所以他就得上骨科 骨头那坏了 坏了需要截 那你就得跟你截肢 截完肢长不上 这又不是我的事了 上外科 所以他在骨科治 有道理 但是他属于糖尿病足 属于感染损伤 对 所以这个呢 到底需要截肢 还是我说 赶紧到医院去 看看能不能保住 像这样图顶扎坏的 要闹成感染 要截肢的 好多人了 每年到这个季节 要穿那个薄鞋了 袜子 甚至也薄袜子 甚至我刚才说 都穿两拖了 都不穿袜子 有些我们老年人呢 人家也要年年时髦了 尤其是五十岁的 不算老了 中年人嘛 人家也穿上那种 比较那个 窟窿眼的 甚至就没有几个布的 那个鞋了 结果图顶进去了 炸了 所以啊 还得认真保护 我们的脚呀 还是那句话 防范于未然 那接下来我们看啊 这个观众非常的小 她是一个 十五岁的小观众 是女孩 患有糖尿病 因不慎碰伤 造成了脚趾出血 已经呢 消毒包扎了 那请问如何 快速治愈 她还小 不想烂脚 也不想截肢 这么年轻啊 你看啊 她问 会不会因此 患上糖尿病足呢 嗯 她是不是已经得了 糖尿病足呢 她不知道呢 这十五岁 有了这些症状 到底应该如何进行判断呢 广告之后 专家 因为不慎呢 碰伤了脚 造成了脚趾出血 那已经消毒包扎好了 那请问 她如何能快速的治愈呢 她还小 不想烂脚 也不想因此 患上糖尿病足 那想问一下老师 她这个患没患 糖尿病足呢 她应该怎么办 现在 因为她现在十五岁 即使她是个一型糖尿病 那么她这么小的年龄 这个真正糖尿病毒 得上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 但是她是因为不神 把这脚弄破了 这时候我们也要高度重视 看看经过换药以后啊 这个Trummer能不能很快愈合 药如果不愈合 那么就证明 糖尿病毒已经跟她很近了 所以说呢 我建议这位小观众啊 也不要慌 但是要认真去对待 积极上医院去换药 该吃消炎药吃消炎药 该换药去换药 看看长不长 要长得挺好 就没啥问题了 要长得不理想 甚至不愈合而严重了 那么赶紧的到专科医院 找专家给你进行认真的治疗 赶紧扭转住这局面 不愈合的话 这小孩 小孩不像大人呢 小孩一换药哭得厉害呀 大人都哭啊 小孩更哭了 老师我们想知道 对于糖尿病而言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可能都是四五十岁 甚至岁数更大的一些中老年人 十几岁的孩子 是什么原因能得上糖尿病呢 十几岁的孩子得糖尿病啊 他都是一型糖尿病 得一型糖尿病的 很重要的原因呢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病毒感染 就是小孩发高烧啊 一烧烧好几天 大家也不知道 家长也没关心 然后就这么打针销了 销完挺好 结果呢 其实这时候呢 就是一线发炎了 或者病毒进到 移岛上了 把这个移岛损害了 然后这个就得这个病了 还有呢 得急性一线炎 还有呢 就是免疫病 这种说不清 道不白的病 免疫病 损伤了我们的移岛功能 突然就出现了 所以这都是一型糖尿病 一下就把我们移岛弄坏了 所以呢 我们就得打移岛素 一般小孩得的都是一型 都得打移岛素 离不开移岛素了 所以这个糖尿病病人呢 就是分两头吧 年龄大的都是二型的 年龄小的都是一型的 对于孩子而言 这么小就一直糖尿病 和这个移岛素 要伴随自己一生 有没有别的方法 能够不打移岛素 干预一下呢 人嘛 都想让自己过得舒服 但是往往是事实 让我们很痛苦 很无奈 我们见到最小的糖尿病病人 三岁 三岁 三岁就得打移岛素 哎呀 扎着那妈妈就哭 当年呢 还没有现代移岛素蹦呢 就是移岛素嘛 扎移岛素 那妈妈去找我 说贾博士 你看看 能不能想个啥折呀 让我们这孩子不扎折 对 天天扎折 那你三岁你咋想折呀 吃药他也吃不了啥呀 扎折 他也哭啊 但你得慢慢哄啊 你怎么办呢 我说这要大了 能吃药了 还研究研究 你这么小没法研究啊 所以这些事啊 我们在 如果我们自己是糖尿病 我们的孩子 我们一定要教育好 不要让他烂吃啊 注意感冒啊 积极治疗啊 别大意 这个妈妈就很后悔 她是做生意的 这孩子呢 就叫老人照顾 老人就灌孩子 想吃药给买啥 有俩冰箱 这俩冰箱干啥用啊 全是饮料 这孩子从生下来到长到三岁发现糖尿病 就不知道什么是粮白开 就没喝过水 人家就进冰箱就拿 老了 随便 人家还说我家生活条件好 爸爸妈妈能挣 结果这样了 你说呢 所以说那一定不要啊 这个把自己弄的太富有了 对 同样在饮食上啊 也要合理的调整膳食的结构 要什么样有营养的都吃一点 但是什么也别吃多也别吃过 尤其是不要太油腻 那我们继续来看 这位说我妈妈是糖尿病足 脚后跟开裂了 有好几天了都没愈合 脚肿疼痛 请问严重吗 现在天天都在打胰岛素 血糖基本控制住了 脚能不能保住呢 如果它这个仅仅是脚裂 裂口里边呢 是红色的肉啊 就是组织 肌肉组织 而没有到脂肪 没有坏死的那个黄灰色的那种东西 那么这个脚保住的可能性很大 如果出现坏死到黄黑色的脂肪层 那么就需要把这个脂肪层全都得拿出来 这个脂肪层是不能再生的 都得把它抠出来 抠出来以后到骨头 骨头上面呢 长的一层脖膜 叫骨膜 把那个还得给它咬掉 这样才能长出这个肉 这么说这个时间 没有四个月 它是长不上的 哎呦 天呐 那这位也得抓紧去医院进行有效的治疗了 对 这位是父亲得了糖尿病 现在脚指甲有些发黑 脚疼而且痒痒 怎么能控制不继续发展 或者能有好转的可能性吗 糖族患上是越来越糟吗 咱先回答它怎么治吧 因为它现在只是脚指头发黑了 对 疼 这时候还疼连疼带痒 这时候治药好治 连吃药带洗药 很快这个症状就消除了 糖族得上是不是越来越重 原者上是越来越重 因为我们人总生下来到死那天开始 一生下来就是一天比一天差 小孩又蒸蒸日上 到了中年越来越差 这是一个过程 我们得上糖尿病毒 就是一年比一年差 但是我们医生帮助了你 让你差的这个时间呢 延长 比方说 你要是不给你治 你这个脚 十年截掉了 如果医生给你治 三十年还在你腿上面 所以这就是医生的作用 我们不能因为说 我们得了糖尿病毒 一年比一年差 我们就不治了 愿咋咋病 喝来了 聚了能怎么着 这都是说的 所谓的刚强的话 其实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话 真要聚你腿了 你咋不干了呢 要你聚腿 你说我要跳楼 我跳楼我也不不聚腿 很多人就是没聚腿之前 你把烟戒了吧 你不戒烟得聚腿 那么宁可抽烟 我也不不也不怕聚腿 我聚腿就聚了吧 这脚没坏呢 告诉他把他烟戒了 结果真要聚他腿了 不干了 说大夫你杀了我吧 别聚我腿啊 你要给我聚腿我就跳楼 我们有一个患者 他爸就这样嘛 他爸跟他说 你要同意聚腿 我就顺着窗户跳去 后来没招呢 他和他弟弟把他爸背叫来了 说人家大夫都给床都定好了 要做手术 他就不聚啊 他爹说的也有道理 我聚了以后咋办呢 我拉屎尿尿都喊你们 你们不在家我怎么办呢 所以也有道理 那你早干啥来呢 你几年以前 你那烟你爹抽不就完了吗 所以这些事啊 我们呢 经常犯一个毛病 事来了 都认为是别人的责任 其实都是自己的责任 对 其实都是自己平时一口一口吃的 然后还有在生活中 就是不注意 不锻炼 其实生活中 只要点点滴滴 加强一点运动 还可以让这个身体变得好一些 对 真是不见棺材 不落泪呀 所以很多的朋友啊 如果得了糖尿病之后 发现这脚部已经出现了一些麻粮疼 痒痒 这样的一些感受的话 赶紧就把这个 腌啊 酒啊 大肥肉啊 就戒掉吧 还有哪些问题呢 今天跟大家探讨的这个糖尿病组 您都可以积极的和我们节目进行互动 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 多的健康在线帮 如果大家关于糖尿病和糖尿病组 有一些疑问的话 欢迎和我们的节目 积极的进行互动 那老师啊 我们平时在网上 还有在朋友圈里 经常能够看到很多一些 比如说帖子 或者是小秘方啊 教大家怎么治治什么病啊 这位朋友也有这样一个困扰 他得了糖尿病 然后足部溃烂的很严重 忽然偶然得到了一个民间配方 说针对糖尿病足溃烂 有显著的效果 只是啊 对溃烂的部分有治疗效果 而不是说能够治疗糖尿病 他的治疗方法呢 是采用外用的喷雾 说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他也想试试 然后想请问一下 老师真的能有这样的药吗 咱按几个层次去分析 第一民间要小药方 第二 这个民间呢 因为这个词语啊 要是用我们这个业界人士说 这个不准确 我们要是说这个民间 那么只是一个方 一种方法 他已经有喷雾了 这也不是民间的问题了 这已经形成产品了 而且在广泛流通 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啊 就是人家已经生产出来了 而且这还有科技含量还挺高呢 还是喷雾状态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 有没有用 对这个窗面的愈合有一定帮助 但是得看窗面的情况而定 如果你这窗面肉色红韵 涨时还可以喷这种东西是可以的 如果你窗面都有坏死组织 黄白浓胎或者坏死的肌纤维 骨子破坏 喷这个东西基本是没有用的 所以你这个清来清去 你可以买点药啊 自己喷一喷 真正要是治疗糖尿病毒 你还应该先找医生看一看 评估一下 到底你这个应该采取什么方案 你也可把你这个买的这个东西 拿给医生看看 说我喷这个行不行 如果行 你就可以配合喷 如果不行 不中的 所以这些东西啊 我们一定要慎重 有时候病人不太理解 说我这从国外弄来的 300块钱一瓶 很贵的 我说这300块钱一瓶都20年前了 有一个老先生就拿这个 啊我这很贵 我儿子从美国买回来的 结果喷吧 喷了20瓶了 也不管用 20年前20瓶多少钱呢 我说你喷吧 喷也该喷喷 但这不一定行 你这烂的骨头了 我得把骨头给你处理掉 长出肉了 你再喷才行 你我要没给你处理好 你再喷东西啥用 你能把坏死骨头给我喷掉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不要了解问题 就是我们常说 不求肾解都不行 一定要把具体问题了解透 你这方案实不适合 适合了才叫对 不适合都是错误的 嗯 还是建议大家 在使用这些民间的 这些小药方的时候 能够先去正规的医院 先诊疗一下比较好 对 这位朋友说 老伴今年60岁 有糖尿病 25天之前 右脚面被烫伤了 由于治疗不及时 现在已经感染了 想问一下 这还能治好吗 右脚面烫伤啊 感染 因为为啥 他不容易愈合 因为他是糖尿病人 说明这位啊 这个脚上的神经 已经有一定损伤 甚至血管也有斑块 血管狭窄了 所以这个需要抓紧治 既要治疗局部的烫伤 又要改善血液循环和营养神经 所以内外胶治 这样才能可以啊 把这个病啊 治好 不是简单的局部换药了 要需要建议这个病人 抓紧时间 去找专业的医生 给你进行治疗 这位观众60岁哈 说右脚面烫伤 不知道他这是油烫的 还是水烫的 但是以往 我们可在报道当中看到过 有一些老人呢 这洗脚的时候啊 这个用热水洗脚 脚烫坏了 对脚烫坏了 这样的现象多吗 老师 这样现象不少啊 每年都得看 好多这样的人呢 最近还有一位 比较明显的病人 他那个 真的怀如 那不热吗 对 就那个 那叫什么玩意 热饱 热饱啊 那个热的 茶还真挺热 他脚就蹬得凉了 热乎挺好 舒服 睡着了 醒来 脚烫坏了 脚熟了 哎呦 天呐 所以啊 因为你的糖尿病 这个病人脚感觉差 你别弄那玩意 脚直接蹬上 你缠几条毛巾 再热 他也不至于把脚烫熟了 对 他就烫熟了 烫熟了 他竟然一点不知道疼啊 天呐 所以啊 这别说你说热水烫了 这个那么热 那个热饱 那么热 烫熟了都不知道啊 对 所以真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脚啊 对对对 这以前的时候 我上大学 也有过相同的经历 热水袋 睡觉放背窝了 对 虽然我这个也没有糖尿病啊 但是也是用一个茶店的那种金属的热饱 外面也没套那个保护套 然后就感觉这个挺暖和的哈 就是然后就抱着睡 结果醒了之后发现肋骨子都烫得有水泡了 哎呦 天呐 对 是不是其实人睡着了 有的时候就是神经 他也不是说的很敏锐了 不像咱们醒着的时候烫一下 感觉很明显 对 是不是啊 对 休息了 对 那提醒大家在这个平时烫脚 还有这个冬天用热饱 还有一些人用热贴 我看他们都不贴在衣服方面 外面直接贴皮肤上 也容易烫伤 所以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 这些小的细节一定要多加注意 尤其是糖尿病的朋友 有了伤口之后不容易愈合 这方面更要多加小心 那刚才我们解答了很多 关于糖尿病族的问题 那接下来这个朋友 我们来插播一条关于血糖的问题 他说早上他吃了一套杂粮煎饼 喝了一碗玉米渣粥 然后呢 餐后两小时血糖是6.8 这样会是一型糖尿病吗 感觉他这两天血糖比前一阵高了 前一段时间吃一样的东西只有5点多 他是不是胰岛素的功能一直在下降呢 这个人呢 应该说他现在还没有进入糖尿病的真正阶段 他现在是恐病症 吃了一个煎饼 又喝了一碗大茶粥 然后你血糖6.1 餐后不高啊 正常是吗 对呀 正常那下啥呀 所以呀 我们呢 一定要弄明白 你到底该怎么做 不能害怕 我就不去找大夫 我就自己查一查 我自己断定嘛 我怕医生到那一去 他就留我住院 不让我回家了 现在很多人犯这毛病 对 那你不够住院标准 谁敢让你住啊 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 不是说你谁想住院就住院了 现在都有标准 所以说你呀 这个不要慌 没事 刚才我们说了 其实糖尿病呢 有很多并发症 比如说糖尿病族 就是其中之一 与此同时 还有糖尿病的眼病 糖尿病的脑病 糖尿病的 其实这些都形成了心病 所以说是 留在脚上的这个心病 到底应该如何的处理呢 如果大家也有类似的问题 欢迎积极的和我们的节目 进行互动 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这位呀 是个27岁的观众 他说平时工作的时候啊 偶尔尿贫 就是没喝多少水的情况下 尿也会比较多 一般两三次 而且呢 每次呢 尿来的时候比较急 但是这种情况啊 一年或许就四五次吧 平时还好 他一直都很瘦 曾经也出现过突然的饥饿感 最初呢 就是一年当中 偶尔两三次突然饿的感觉 请问这是糖尿病早期的症状吗 是不是低血糖呢 对 万奇说的对 这就是低血糖 但是这种低血糖 要是频繁发作 到一定年限以后 他就会出现糖尿病了 所以这个病人呢 一定要控制好低血糖 不会说低血糖来了 你就猛吃 是你让低血糖出现的次数越少越好 这样的才能减少你发病糖尿病的这种可能性 那老师刚刚他提到过的这个尿频的情况也和低血糖有关吗 有关系 因为你那个血糖啊 在尿尿的时候带出一些糖 或者带出一些这个离子 那么你就频繁喝水多 这都跟他有关系 都是糖代谢紊乱的早期现象 这时候口渴了 尿尿多了 低血糖了 还有轻度销售 有的人轻度销售 那这位观众他需要进行去医院做一些检查 或者是什么治疗吗 可以到医院做检查 做一个糖代量损伤测试定 胰岛素释放试验试定 膝态释放试验试定 这个需要做一下 看看你那个胰岛分泌的什么样 是不是按每个时间段都分泌的比较理想 这位朋友说 这个母亲糖尿病多年 有肾病 眼底出血 现在还伴有高血压 最近晚上睡觉 喘不过来气 想问问 怎么能帮他好受一点 这个呢 喘不上来气 两边的原因 一边是心脏的原因 一边是肾脏的原因 所以肾脏也得治 心脏也得治 建议他心脏病的药 得及时用 要不用心里有憋的话 尿蛋白是不太高了 应该清除尿蛋白 增加肾脏的功能 这样才能够解决他心脏难受 还有他眼底出血 也得抓紧治 不治 眼底出血越多 最后眼睛就保不住了 明白了 老师我们继续来看 这位观众说 他胖的时候体重有280斤 后来得了糖尿病 结果一年就瘦了 现在138斤了 瘦了特别多 瘦了能有100多斤 150斤 他说怎么办 心情是又开心又痛苦 瘦出了一个我的体重 又开心又痛苦 对 减轻体重了 真是又开心又痛苦 好不容易瘦下来挺高兴 结果自己得的是糖尿病 怎么办 这也不用慌 抓紧按部就办治疗 把你血糖控制住 他的体重还会上升一段 上升到正常体重值 就不要再让他再长了 老师 这糖尿病人 为什么有些人 他得了之后就变得胖 有些人就变成瘦子了 对 为啥胖 为啥瘦 胖是什么原因 胖是得糖尿病的前提 我要得上了 这时候胖 因为你吃的这些东西 他都加速给你吸收 这时候胰岛素分泌过多 因为你吃太多了 你吃的多 他得分泌多 他分泌多 他不就把你吃的东西 全都给弄到身上 给你变成肉了 当他使劲再努力 累坏了 但是没有办法 可惜您太不关心他了 您吃的太多了 他使十个劲 你给他来二十个 把他累坏了 他终于不干活了 终于不能干活了 那你这糖头哪就尿了 你这身上正好相反了 原来是吃的多 吸收的多 现在是吃的多 吸收消耗的更多 尿的更多 最后又变得胖 瘦了 所以糖尿病都是先胖好瘦 原来是一个规定动成 这位朋友三十岁 查出糖尿病来一年多了 血糖控制的还不错 身上从出现的大片红色疹子 已经半年了 没有任何感觉 不疼不痒 一直以为是药物引起的 停药一个月了 好像没有什么改变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觉得可能是他的控糖药 导致身上有这红色疹子 你得看药品的副作用的说明书 看看有没有这种作用 不良反应 如果没有这种不良反应 你可能是季节到了 这个季节 很多人就容易得这种各种各样的皮肤病 各种真经感染 希望你去找到皮肤科看一看 这样避免你耽误事 对 这个问题我早上还跟贾老师咨询了 看来炎炎夏季 很多的朋友愿意出汗 即使多次洗澡 还会有一些毛囊的一些问题 所以有了糖尿病之后 不能怀疑说 是不是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 看一看自己吃的控糖药的不良反应当中 有没有这样的一项 另外像贾老师说的 可以上这皮肤科解一解心仪 看看专家到底怎么说 那节目的最后 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 这位观众他血糖餐前是10.1 餐后才7.5 最近测了好几次 餐前都比餐后高 怎么处理呢 餐前比餐后高 对 这是说明我们晚餐饭吃的不合理 吃的过早过晚都高 我要求这个病人 你应该在6点半吃饭 吃完7点 7点吃完饭以后 出去走45分钟 你胰岛素用量 或者降糖药用量 吃饭饭量都不变的情况下 你观察两周 看你血糖是否降下来了 如果降不下来了 那么就说明你那个胰岛分泌 早上那个节点上有问题 你再来找中医 我们再给你调整调整 好的 感谢贾老师 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给我们带来了 非常的详细的关于糖尿病族的解答 那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看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呢 回去可以管住嘴 迈开腿 放宽心态 让我们拥有这个快乐幸福的生活 是的 那我们糖尿病族的一些患者 也希望大家能够 这个透气的鞋子 透气的袜子 能够调整好 也希望大家呢 然后再把我们分享下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